各位观众大家好 临近六四了 各种活动的都很多 我今天上午在赶往 我们在洛杉矶的自由雕塑公园 那么今天去主要是要把李汪洋的这个雕像 把它吊装到我们那个基座上 因为我们在6月6号 会在这个地方举办一个 隆重的李汪洋雕像的安放仪式 今天我们是去做准备工作 所以呢 我呢今天和我们所谓的合作伙伴 大家都约好了 一起呢到公园 也约好了吊车 今天呢 来吊装我们的这个雕像 这个地点呢 离洛杉矶呢还是有一点距离的 我们这个地点它叫耶摩 它在哪里呢 它实际上是在 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 和我们加州的洛杉矶 在这个拉斯维加斯和洛杉矶啊 两地啊之间的位置 从洛杉矶开过去呢 要这个两个多小时 从拉斯维加斯开到这个地点 也要两个多小时 所以它实际上是距离这两个城市 当中的一个点 6月6号那天有相当多的朋友呢 一个是从洛杉矶赶过去的 那么还有一部分朋友呢 会从拉斯维加斯赶过来 距离呢都差不多 现在陈文明老师 已经把李王阳的基座 把它挂在这个吊车上 那么我们安排的吊机已经到达 现在呢准备呢把这个雕像 把它吊装到 这个基座上面 这个基座已经建好 现在这个基座 加上李王阳这个雕像 它安放从地面起来的总高度是6.4米 也就是 以纪念六四为我们的一个纪念标志 把李王阳这位民主硬汉 把它的树像安放在我们自由雕塑公园 陈文明老师和他的助手 永奎 正在呢对这个 李王阳先生的这个 雕像呢进行这个基座安装 那么这个工程呢 它有一定的复杂性 旁边一位小伙子呢 是文明老师 跟魏老师学习的 来帮助我们自由雕塑公园 所义工的 那么今天呢天气很晴了 我们呢希望呢这个提前把这个基座安排好 把它全部装好所有的这个装修 和所有的这个旁边的名牌 全部把它装饰安装到位 那么迎接呢6月6号 在这里正式开始的 这个李王阳 送向安装的这个活动 那么现在这个时间呢因为是中午 太阳呢现在已经升到这个正中央 因此呢目前呢李王阳的这个雕像安放下来以后呢 有一点点背光 那么等一会儿太阳再转过来以后呢 整个这个雕像呢 它就是完全能够 看得很清楚 看得很清楚 一起一起 小范 我们起来一块 等会让那个给我们一块拍 让那个 来来来 Jerry也过来 你也过来上来上来 上来上来 我们就提发别的事了 那个也有一些 不能够看 你在那边路下还有拍那个 在后下 我带路下 对 我就说之前两天 我会说这个事 都不说了 什么那些事 一二三挥手 一二三 目前机座已经安装到位了 这个吊车呢 已经把吊臂送下来 做最后的这个加工工作 能够争取把这个整个雕像 把它调整到这个水平 然后今天的这个安装任务呢 就可以完成了 今天这个安装呢 主要是为了6月6号的活动做准备的 好 谈今天的话题 这次刘鹤 率领中方的代表团到美国来谈判 那么发表了一个所谓的声明 一开始呢 我呢 认为这个声明呢 中方又一次耍了美国人 但是随即呢 这个美方呢 他们也公布了 这个和中方谈判的一个叫做公告 那么按照美方的发言人讲 就说这个不是什么声明 只是一个公告 告诉大家 我们双方就这些话题做了一些交谈 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谈判结果 也绝不是像中方发表这个声明上说什么 什么进一步采购啦 加大这个购买美国的产品啦 这些东西呢 都是属于叫做夸夸其谈 完全是属于不能够落实到任何具体事务上 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数据上的这个真实性的东西表达 都是虚的 所以说呢 这个中方发表这个声明 只能是让小粉红们又热闹一下 他们觉得他的国又赢了 其实中国始终是赢的 因为从来没输过 至少是嘴巴上从来没输过 所以说这个不管中美谈判谈什么 那么小粉红们总是高呼着 厉害了我的国 国又赢了 让他们去一赢吧 这个真正的中美谈判的实质性东西 目前没有完全到位也没有开始 可以讲只是暂缓美国搁置一些 马上对中国加税的这些要求 那么随着美国和中方进一步的这个外贸谈判 会让美国出不同的招 让中方对整个中美贸易方面 能够达到美国需要 能够实打实的削减贸易依差的这个目的 那么这个公告 他的这个发布以后 上市纠正了一下前两天中方发表的这个声明 让我们感觉到好像这次这个声明中 美方没有获得什么实在性的成果 这个中方呢又一次欺骗美国 其实呢美方的公告 它已经表达了这个很清楚了 就是目前没有达成什么任何协议 仅仅是一个公告而已 如果是拿这个公告 来就当做中美谈判的结果 那可以讲就叫太幼稚了 但是呢刘鹤他谈判回朝的时候呢 天朝呢有部分这个境外网站呢 可以访问了 所以很多网民很激动 以为呢这就是中美贸易谈判的结果 中国的网络墙解封 很多人说是已经看到了CNN啊 BBC啊CNBC啊各大新闻网站的外网 英文网站可以看到了 所以维基百科呢除了中文外 别的也可以访问了 很多人呢在高呼的要感谢美国感谢川普 认为这是中美谈判的一个结果 其实呢我要给这一部分的朋友呢 浇点冷水 第一中美谈判没有涉及任何 在中国现在开放互联网市场的任何话题 美方现在他们并不是马上关注着要在天朝 把他们的这个防火墙推倒要把网络解封 所以第一个如果说你们现在看到那个外网 他和这一次中美谈判没有什么关系 第二个是相当一部分国外的新闻网站 他不是现在解封很长一段时间来 只要浏览这些英文的新闻网站 是不翻墙在手机上也都看得到的 所以他不存在是中方现在特意解封 这个互联网解封这个防火墙 你看如果是防火墙 那你应当是境外任何媒体都可以访问 如果你只能访问部分媒体 那谈不上叫解封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中方在封锁的时候 某些地方有漏洞 让某些新闻网站暂时让大家看到这种现场是可能的 但是说仅仅是川普或者是这个中美贸易谈判 导致了防火墙就被这个推倒了解封了 那大家乐观了一点目前还没做到这一步 这是我在美国各地这个新闻网站上和美国的各种资讯上所了解到的这个信息 有的网友呢他也把这件事归结为就是什么 归结为马斯克曾经发射过两颗叫钉钉卫星 是不是这个钉钉卫星发生的这个效果 因为他们看到新华社也发表过社论 环球时报也发表过抨击马斯克 说马斯克不顾中朝双方的反对发射这个钉钉卫星是对中朝政权的颠覆了 是对中国这个主权的粗暴干涉了 这个呢过去都有过就是新华社也好环球时报也好 攻击过这个马斯克发布钉钉卫星 那么这一次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些网站是不是钉钉卫星发生的作用呢 我个人分析也不是因为大家要知道如果马斯克的钉钉卫星现在已经发挥作用了 在墙内的听众如果能够通过钉钉卫星看到整个外面的互联网的话 那就绝对不应该仅仅是看到什么CNN和BBCCNBC这对新闻网站 你应该是谷歌啊YouTube啊Twitter啊Facebook你应该都能看到 如果说这些东西你看不到 那么说明这个和钉钉卫星这个没有什么太多关系 因为马斯克发布的卫星如果是希望地面的这个听众观众 如果通过卫星能够就是说是能够收到这个互联网的卫星的话 它应当是全方位的浏览互联网的所有网页和打开所有互联网上的网站 仅仅看到一部分这个很难解释是跟钉钉卫星有关 这种说法很牵强所以说呢我们呢现在呢不要就是纠结这次中美谈判呢 是不是就是互联网已经破掉了 应当来讲呢美方对中方的施压呢它主要呢是来自于呢就是美国利益方面的 首先他们要削减什么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将近三千美元的贸易理查 同时他们要求跟中国公平对等贸易要求中方开放中国的金融服务业和这个互联网企业 就是说我们所有美国的互联网企业可以到中国来自由办理他们自己的业务 想开办哪个企业就开办哪个企业想设什么业务就设什么业务 而绝不是像中方只开放的这个亚马逊到中国去开放这个电商似的 应该让所有的包括谷歌脸书推特啊这些所有的境外的互联网企业到中国 能够开办用这是一个美国的要求 还有一个就是美国要求中方开放中国的保险业证券业和金融业 那么这些开放的它都是属于把美国强大的服务推进中国 它对中国要求的这是跟中国的一个对等的这个公平的贸易交易 因为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中国的金融业和中国的证券业全部到美国 来百分之百的这个占有股份的进行了多项阿兹金的投资 那么既然你中国能到美国来呢美国当然也可以到你中国去了 所以说美方追求的是这个而追求这个它的实质性的结果 是可以突破防火墙的那并不是就是说美方在跟中方的谈判中 要求中方你把这个防火墙拆了他们不可能跟你谈这样的内容 他只可能让我们的企业去因为美国的互联网企业去 那就意味着互联网必须打开那才造成了就是防火墙实质实力被攻破 这是整个我们可能期待的一个最重要的所有广大网民最盼望的一个突破封锁墙 突破防火墙的最主要最胜利的一个成果啊 那么这个成果是因为美国企业去开办来导致的 而不是讲说是中美谈判要求中国主动的把这个防火墙拿掉 因为美国人他们没有兴趣要让你们的民众一定要把你们的这个局域网拆掉 让你们的防火墙拆完了以后让你们马上就来了解我们美国 大家一定要明确啊西方政要包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这么多年来他们从来没有过把拯救中国人民与共产摩盾的苦海 以推进中国民主以在中国实现帮助中国人民实现民主 为他们自己的政治目标从来没有过大家千万不要误判 不管是哪一个这个人担任美国总统包括川普总统他没有这么大的志向 就说我这个志向就一定要把中国人民让他们实现民主 让这个全世界的所有的人都过上像美国这样的享受自由民主的国家 每一个公民都有一人一票都可以自由选举领导人那是他们的一个信仰 他们因为人类都应该过上这样的生活这只能讲说每一个西方人有这样的信仰 他追求美好的生活追求文明制度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并不是他自己的任务 他有这个信仰他希望你们过上这个好日子 但是他并不会把他变成是我的这个任务我一定要完成我一定要帮助你们 没有西方国家的政要这么多年来他们没有过因为你们中国人受不受苦 你们被不被你们的政党压榨你们是不是被你们的专制政权压榨成猪和狗 不管他们的事甚至因为压榨你们产生了巨额的这个成余价值 然后导致了生产成本的极度降低导致了大量的廉价产品供给美国供给全世界 西方政策我反而很高兴啊所以说为什么中美谈判不可能完全像我们想象的美国会完全不顾中方的利益 完全这个考虑美国的利益把中方的利益完全置于不顾为什么不会是因为中方的利益里面包含了美国的利益 因为美国他需要中国供给他这个最廉价最普通的产品我在上一期节目里面讲过如果同样是一件产品 美国到世界其他国家去采购如果要15美元的话中国10个美元就卖了中国为什么10个美元卖 是中国因为他有极低的劳动力成本他可以把这个产品做到10个美元销售的情况下还仍然有利润 因为他基本不给劳动力付工资嘛那么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到只有中国做到 那么这样产出来的一个产品如果在质量在这个使用价值相差无几的情况下 美国人为什么不选择这个中国来的产品呢至于说这个产品便宜是榨取了中国人民的血汗 榨取就榨取了你们中国人民被你们的政府榨取是活该哦 你们要不想被榨取那你们就应该主动站出来反抗你们的政权反抗你们的政府 你们要有你们要出来维护你们的权利啊你们都不维护权利我们美国人会为你维护吗 而我们现在共享你们中共敲诈你们这个血汗的这个成果 美国政客更严于一样川普是个商人啊虽然川普是有伟大志向的总统 但是利益是第一位的谁的利益啊美国的利益啊川普始终强大的是美国的利益 要保证美国国民的利益那么如果是能十块钱买绝不可能花十五块钱 那么对于这个利益川普首先要保证的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应当理解的 美国的政策它始终是考虑到它美国获得什么利益 而中国它正是因为捆绑了美国这样的利益它让美国人知道你要占我的便宜 你希望我提供大量廉价的产品而我提供的大量廉价的产品是别人提供不了的 第一人家做不到价格那么便宜第二个没有那么大的供应量第三个没有那么高的效率 中国它是专制国家美国是民主国家专制国家它的这个优点都是民主国家所不具备的 因为很多民主国家都看到中国为什么夸奖中国好是因为中国它有它专制的特长 专制的特长是什么第一就是什么第一专制的特长就是说劳动力极低 也就成本极低用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就有人出卖它的劳动力了 这是专制国家做得到的民主国家做不到的这么低的成本产生的这个商品 那么美国人想凭什么就是你中国能用我美国不能用啊凭什么世界欧盟跟其他国家 大家都可以享用我美国为什么不用啊啊 这是为了保证美国利益我首先美国要享用 所以专制创造的第一个这个能够区别于民主国家的一个 榨取本国人民血汗的造成劳动力成本极低的商品这个价值大 那么美国要享用所以说美国跟中国合作这是第一位 第二位是什么是效率民主国家都没有效率的因为任何民主国家 要办一件事都是属于这个反对党提出执政党反对 执政党提出反对党反对然后国会议论过以后参议院通过 参议院通过众议院通过参议院通过参议院通过 参议院通过总统还有资格否决所以说民主国家要办一件事 他是需要过层层关口人人把关人人监督所以说他的效率极低 而专制国家干什么专制国家那就是习近平一句话 那就是共产党一句话说砍头就砍头了 曾经网上发布过一个视频大家不知道看没看到 说是这个在叙利亚叙利亚人公布了一个视频 让一部分人化妆成死人然后把他宣布为是被以色列炸死以后 来控诉以色列罪行的这么一个视频 那么一批所谓死人躺在那他们在控诉以色列 结果这个躺在那里面因为是活人装啊有人忍不住在里面咳嗽起来了 让人家感觉到这么尸体会动呢所以说人家说这个是假的 这肯定啊就是你们这个叙利亚人在造假 他们讲说要在我们天朝那肯定这个装的比这个像 我们光一个死一个横店就可以装出比你这个要像得多的片子 仅在中国网民家说是你搞错了吧你了解天朝吗 在天朝还需要到什么横店去装吗 天朝直接就杀掉一批啊根本不需要装先杀掉一批直接就把这些杀掉人 然后作为控诉对方杀我们的师徒这个话才点出了天朝的实质 就是天朝要做什么事共产党要做什么事他不需要考虑 他直接下命令而且立即办到啊即使是杀人杀了几十几万几百万 共产党也从来没有眨过一下眼这是民主国家无法想象也无法做到的 所以这就是专制国家的效率为什么中国的大楼一年就盖起来 为什么中国的跨海大桥一年就盖起来为什么美国一座桥要造三十年啊 这就是差别效率的差别啊这是指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没有办法相比例的 第三个就是什么第三个就是专制国家对民众是洗脑的 他洗脑洗到什么程度他可以几十年来的洗脑以后 让民众全部变成神经病可以黑白颠倒可以就是当一个专制政府做出一个绝对反人类罪行的事情的时候 而且非常非常荒唐的事情的时候居然这个专制国家的百分之九十九的民众是拥护的 这是民主国家无法想象的曾经这个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罗素讲过的 人与生俱来他只是无知但并不愚蠢尤其是这样我们人小的时候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你与生俱来的时候你只是无知但你并不愚蠢那么罗素说了愚蠢都是教育出来的 那么所谓愚蠢是教育出来的就是说都是洗脑洗出来的 中国今天有大量愚蠢的网民是中共教育的结果因为中共的这种洗脑教育 所以把中国人基本上就变成了就变成了无知变成了无脑变成了非黑即白 变成了就是共产党做的再荒唐再无耻的事情都有不断的人去叫好 不需要辨别是非嘛跟着政府走嘛政府说什么就是什么很多人高喊着政府做任何事都对的 那么也就是政府如果明天宣布是民主中南海明天宣布中国现在已经进入民主宣布了 民主宣布是对的现在会不会有人站出来反对了我告诉你讲 现在很多人他就不站出来反对了为什么呢政府讲了话政府说可以宣布民主好的我们就宣布民主了 也就是中国绝大部分人他的思维已经没有自己的判断力他只跟着政府走 政府今天说杀人是对的他们就杀人是对的政府明天讲说民主是好的他们就说民主是好的 那么由于中国人已经把它驯化成什么驯化成奴才驯化成牲口驯化成机器 西方国家他看不懂就是说中国他所出台的任何这个再无耻再荒谬的政策 中国都有百姓拥护的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揭露真相会怎么样有思考会怎么样 这两天我们看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有一份文件 这个官方文件他通过学生监控老师监控课堂把他们学校里面 一个公共管理学院的副教授叫翟居宏 他曾经在上个月在有一次课堂收购中对中国修宪 就是说主席副主席变成终身制这个国企产权制度的问题 以及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问题 他提出了他自己不同的看法反对这个修宪反对终身制 结果学生告明以后学校以翟居宏教授违反政治距离 违反政治规矩以及他妄议人大制度对他扣上了这个帽子以后 对翟居宏老师做出了停职开除党籍 然后调离教室岗位注销他的教室证书给予了这样的处分 因为翟老师是明白人因为翟老师他看得懂是非 因为翟老师认清这个终身制是开历史刀车 所以他表达了他自己正常的政治观点以后马上是要出发 中共是一个洋恶惩善的社会 对任何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够表达自己公共知识分子情节的老师 一定是要打击的他只会培养那些吹牛拍马 中国的大学要培养什么人 中国的大学专门培养的就是什么 要培养的吹牛拍马的人 要培养的像北大校长这种立洪浩大志的人 要培养的就是要么给共产党输送那些奴才哈巴狗 要么就是什么要么就是给共产党做女奴做妓女 给共产党输送这些二奶的这些女学生 因为大学里面不断的让学生们知道 我们现在这个共产党的江山是老一辈革命家用鲜血换来的 所以现在这个帝王打江山这个红二代做江山是人民的选择 这就是共产党对老百姓的这个洗脑 但是不是我们所有的大学老师都看不懂呢 厦门大学界有一个叫雷彦宏的教授 他就很犀利的评论过这种学校里面教学的思想 中国的这个江山是自古以来就在那摆着的 根本就不需要谁来打 红二代请闭上你的嘴不要一开口就是我们父辈打下的江山 其实没有哪条河是你们父辈打下来的 自从盘古开电梯就有了长江黄河就有了昆仑泰山 你们这些父辈不过是占山为王的绿林草扣土匪强盗而已 你们是打着你们父亲的旗号挂着共产主义的这个羊头 走着资本主义道路然后你们自己坐享荣华坐享富贵 马克思是要用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 现在你们共产党的这些后代个个是资产阶级 全部应该被马克思消灭 有良知重公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并不仅仅是为自己的生存和利益而去追求的 他们应该更愿意承担历史和社会的责任勇于为他人发声 其实绝大部分有良知重公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生活都是属于自己生活品质优越 个人思想道德良好他们本来都可以去享受很优雅的生活 但是他们愿意为这个社会的这个责任去承担苦难 有非常多的民运人士都是这样的人其实有很多民运圈的人士 他们完全都可以去追求自己良好的很体面的生活 他们也完全做得到无论从学问从能力从他们自己的社会上的阅历和他们自己的经验 我建民可以这样讲我在没有到美国之前我在国内我自己也过得非常体面的生活 我自己完全可以让我这个家庭过得很富裕很优越 但是任何物质生活不是我们这点人追求的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是要勇于为社会去承担苦难 勇于为这个社会去承担自己应当承担的一份责任 资宗运先生说过一个站在时代最前沿的为这个国家甘愿牺牲的 非常关心民间疾苦并为之呼吁的是真正的一批知识精英 而这些真正的读书人操心的绝不是自己的温饱和自己的安稳问题 而是操心超越他自己利益的那份良知 这就是资宗运先生他说的一段话 对照资宗运先生我们就知道这个社会所有的良心知识分子 你首先应该什么把社会责任放在你自己个人的责任之上 把自己要作为一个对社会有担当的人 中国是不允许你这个任何学校的老师你可以去表达你正确的 有良知的观点的中国要培养的培养的就是无脑二 培养的就是那些暴力的革命的极端分子 培养的就是那些小粉红 培养的就是那些反美反日那些抗日粉情 最近我们在网络看到一个在澳洲读书的 来自中国南京的大陆的女留学生 因为她反对她同班的台湾同学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她一发火在她自己的这个Facebook脸书上说她正想杀死他们这些台独分子 她台湾同学马上就报警了 这澳洲啊这是民主国家啊有的你可以那么张狂 你以为你讲这句话是在中国大陆你可以随随便便 新浪微博上面这么喊啊 她这个话一讲了以后马上警察就把她带到警察局 首先她被学校勒临退协然后警察局把她送到精神病院检查她的精神病的情况 同时立即做出了从澳洲遣返 到了这时候这个小粉红后悔了她现在被勒临退协了 但是她不愿意回中国因为你可以不要看她高叫的她要杀死她这些台独分子 到了这个时候让她回中国大陆了不要台独啊 要跟多少大陆统一样你回大陆啊你来自中国大陆的她不要回去 她说大陆是轮选区她不要去所以呢有中国有很多人格变态精神分裂的人 就像这个澳洲的女学生一边高叫着热爱她们的祖国热爱她们的党 一边她们要叛逆她们的党一边她不愿意回到什么党国所统治的 她自己把它称为叫匪区轮选区这什么人呢你是个什么人呢对不对你什么样的志向你一边要享受西方文明 享受西方的民主自由一边要拥护着热爱的共产党 但要把你送回共产党统治的区域你坚决不肯去了 这就是共产党培养的人啊啊共产党培养什么人啊共产党你看 共产党培养人你看杭州最近搞了一个小学生比赛 其中一个一点点大的小学生啊十来岁吧我想啊她说她的梦想要发财 她说梦想顾名思义做梦都想我的梦想就是要发财 这个小学生语出惊人啊她说我根本不像前面人讲的那么伟大什么发财了还要去捐款 好不容易发了一笔财还给别人发的不太实际吧台下的家长居然掌声动动啊 有的家长一边拍节目一边感慨说完了完了这孩子活得太明白了什么叫活得太明白 也就是说所有的家长都知道这个不能讲真话的嘛 你发财就发财嘛别说嘛你如果说发财还要说出来 你活得太明白了嘛这就是中国人的虚伪 中国人既要干这个事又不能说出来 梦想顾名思义做梦都想人各有志人人都有梦想我也是我的梦想就是发财就是发财就是发财 完了 我不像前几个人说的那么的伟大 要真的变有钱了 跑去给什么捐款啊帮助别人什么的 努力了一辈子 好不容易发了笔财 为别人发的不太实际吧 完了 等一下 这孩子说的这个话是父母教育的结果是社会教育结果是学校教育结果 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已经知道他这一辈子的追求就是为了发财 就是为了过他自己苏醒的生活 中国人的追求不就这样吗 就是为了钱就是为了物质 然后为了过自己的苏醒生活 他们什么时候想过要为这个社会 为公义要能够看到社会上还有那么的不公平的事 能够为正义而发财 因为中国的成功人士给别人做出的表率 就让你感觉到十分的不可思议 你看格力的总裁董明珠 他居然宣布他要扎五百亿去造芯片 这董明珠什么脑筋啊 你以为钱多就可以造芯片吗 董明珠前两年他要去造什么电动车 珠海的厂成都的厂 最后这些厂都已经停工了好几个月 造出来的这个车一共没卖了几千辆大量的员工下岗 就这样他这种脑子 他这种思维完全还是共产党当年大要紧的思维 是共产党当年那种家家炸锅卖铁 也许是大连钢铁的思维 他以为他炸多少钱就可以把芯片造出来了 这芯片是因为你有钱就可以造的吗 是你董明珠去造你的隔离空调 是造那个什么你董明珠造的那些隔离大厦那么简单吗 董明珠的思维完全就是共产党培养的什么15年感应超美的思维 根本就不考虑自己有没有这份能力以为砸钱就可以做事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靠砸钱就办得了的吗 这就是中国成功的榜样 董明珠作为一个企业家 他给孩子们塑造的就是自己因为有了钱了就可以拿钱 砸钱就可以干事就可以干大事干什么呢 干党要干的事要迎合党的利益 因为现在美国人不共我们芯片吗我们自己造吗 那么像董明珠这样的这个所谓成功者 他给类似于杭州这样的小学生得带来的这种影响力 就是认为我要发财我要赚钱 我赚的钱做我想做的事包括我想造芯片 这因为我有钱了我就可以去造芯片了 从来就没考虑过这个芯片是不是有钱就可以造得出来的 中美他们中国要从美国说是多买2000亿美元 我在前面就没有讲过了根本不现实没有可能 因为美国没有那么多产品供 美国他也不可能像中国那样耍无赖 就把美国现有的产品去翻个十倍二十倍卖 那2000亿美元就来了 中国开出了这个要买2000亿美元的这个口 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忽悠开了一档空投支票 因为中国最后的借口 你美国买先进的武器可以吧 买你最先进的高科技的产品可以吧 如果中国提出的都是买这些东西 你觉得美国会卖吗 美国不可能卖 中国他就会提出我要买的东西你不卖给我 你有你不卖 也完全给消减这2000亿 那就没办法贸易逆差就没办法消除了 所以中国他始终是想好了 他有的是办法来对付这些东西的 如果你问问中国普通的老百姓 现在美国对中国有2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那么中国愿意多购买你用中国老百姓愿意买点什么 大部分老百姓都跟你讲是大豆玉米汽车飞机咯 最多有的很多老百姓讲 我们希望开放互联网企业 让美国的互联网企业到中国来 有推特有谷歌这是最好了 或者那些进口高的高档药物能够便宜点了 其实我觉得这一切的一切都不如美国直接把限制推行到中国 如果美国直接把限制推行到中国 这2000亿美金的贸易逆差立即就不存在了 如果中国实行限制会是什么结果 我不知道美国领导人有没有想过 如果中国现在实行了民主限制 中国会是什么结果 如果中国实行了民主限制 每年可以省去了上万个亿的维稳费用 而且可以避免能有千百万的访民冤民在上访 这要省下多少费用 你看一看你那点贸易逆差算什么 如果中国实现了这个现在民主 每年至少可以省去上千个亿的到全世界送钱撒币的这个成本 而且中国同样赢得世界国际国家对我们的尊重 和和我们之间互相的友谊 如果中国实现了这个现在民主 至少可以免掉三万个亿的中共党务人员 他们的花销和他们的这个行政庞大的福利开支 还可以省下大量的中共用于对平民进行洗脑 毒化教育的宣传费用 把省下的这么多万亿 他给全中国人所有的人进行全民医疗 全民养老全民教育所有都够了 因此实际上美国要看到在中国推行宪政民主是中国根本改变的出路 也是解决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根本出路 别说你那几千亿你几十上万亿只要是解除了中共 这些问题都解决得了不知道美国政府的这些官员们 他们认识没认识到这一点 我也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和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 以及美国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和美国的专家 我们也有过一些研讨会也有过一些邮件往来 因为我到美国来的时间还短 认识的美国的这些知名的政治家和议员还数量很少 但是我们有过一些往来 我也不断的想把我这些想法告诉美国朝野两届 让他们的深刻认识到今天解决朝核问题 最主要是要解决中共问题 今天解决中国贸易逆差的问题 最主要是解决中国贸易对美国捆绑的问题 不过美国不再依赖中共对它的这个巨大贸易 当中共没有办法用廉价的贸易生意去捆绑美国的时候 美国才真正的可以对中共进行致命的打击 解除了中共这个红色专制的谋证 朝鲜这个朝核是不攻自破的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